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全民开讲 根据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统计 每年新增欠税欠费遭强制执行案件 90年有近190万件 一直到109年年度新增了1431万件 以全台人口比例来说 平均不到两人就会有一人会遇到欠税欠费 被拍卖或执行的案件 这样的离谱数字实在令人吃惊 而其中财税案件的比例非常的高 到底是人民爱欠税欠费才招到罚款 还是其中有什么不可说的冤屈呢 尤其台湾税灾滥 法税改革联盟曾表示 他们走到全台六七千个村里去宣导法税知事 发现每个村里都有税灾户的案例 就知道税灾有多频繁 其中最著名的税务指标案件 就是太极门案 这是一个重大人权迫害案件 民国85年检察官喉宽人制造假证人 假证据污指太极门诈欺逃漏税 并带大批检调违法搜索太极门各道馆及师兄姐住家 让上万家庭受到社会长期严重的舆论伤害 至今仍是心中无法抹灭的伤痛 侯宽人的违法起诉书 却也直接移送国税局 开出天价的违法税单 至今仍霸凌着无辜的人民超过25年 仍未终结 在今天的雨谈开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事件起人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太极门 太极门是古老的气功无数小型门派 欢迎理工业团理事流关系的名门剑牌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不止为养小鬼的证悟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才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心影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坏门 幽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羁押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 毁损迷运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包吻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恐恶 逼供受羁押的师徒 哇 这时代太强诡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与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禁师礼 What's that? 禁师礼 是Diz干恩师父愿意秀徒的心意 是准始终道的标签 其兴趣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 其诉书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门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 是正与性职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客税问题 遭无辜积押的仕途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街巢业更调查指出 活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圈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霸道 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正与书正 都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 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正与的证据隐匿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磕睡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不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从太极门案可一窥不法检察官的烂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武院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不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强迫人民用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非要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物暗夜枯迹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首先欢迎第一位语谈人Ben 他是一位研发工程师 年幼时进入太极门不久后 就遇到1219太极门冤案 媒体肆无忌惮的不实报导 使家人跟身边亲友对他产生误解 对他造成莫大的影响 后来直到国中才有机会 继续回到太极门练功 因为练气功 让他能够尽心思考自己的路 并且顺利转职成功 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Ben 记得我在读幼稚园时 妈妈就带我进来太极门 在太极门和小师兄姐一起玩 非常开心 经过了一段时间 爸爸就突然不让我和弟弟再去太极门了 隔了好久直到念国中 我才有机会去练功 后来才知道发生事情了 民国85年12月19日 侯宽人用养小鬼名义 违法滥权起诉太极门 才造成当时爸爸突然不让我去练功 真是害人不浅 我的个性比较内向 人际关系当时又没有特别的好 有时面临抉择时 会比较优柔寡断 不知道如何决定 进入太极门后 听师傅开示 还有师兄姐的分享 就慢慢改变自己 记得有一次在工作上 想转换跑道 犹豫不决 师姐鼓励我 你有多张证照 又有不容易拿到的甲级还工相关证照 你是有专业的 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什么才是你自己最好的 就勇敢去做 不要怕 后来我真的转职成功 进入科技业当研发工程师 很感谢师傅的教导 当我面临困难时 会静下心思考 能做出对的抉择 让自己关关难过 关关过 谈到85年12月19日 侯宽人迫害太极门的过程 他不但用假证据来起诉我们 还结合国税局税务员十月生 用假税单违法滥权 迫害我们太极门师徒25年 当时一个月就有400多篇 聪动的文章 与不时的报导 造成人心惶惶 我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经过十多年 在96年7月13日 刑法最高法院判决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三审确定 照理就应该撤销违法税单 想不到国税局却藐视施法 苗律分级长陈何发 竟然还可恶的对媒体说 法院说的不算 国税局依然继续违法开出违法税单 苦苦纠缠迫害着太极门师徒 长达25年之久 还有当时财政部长张盛和 在任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竟然用立可白图改日期 违法拍卖人民的财产 最后被法院发现了 还用退税名义 将盗卖民产的钱给人民 做一个财政部的高官 被外界笑称是立可白部长 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真是前所未有的台湾金事记录 还有台中行政院法官林秋华 竟对太极门案做出枉法裁判 记者问他时 竟然说是因为他自己年纪大了 看了就忘记有利人民的证据 去年8月21日行政执行署 违法拍卖太极门的修行道馆 预定地还收归国有 执行主任执行官李归芬 早在去年3月发函 士林分署要一同分赞奖金 怎么土地还没有公告要卖 就可以开始讨论怎么分拍卖奖金呢 这件事的背后 其实一路从检察官 行政法院 国税局 行政执行署等等 都是共犯结构 真要说清楚起他们的罪行 真是新竹难输 其实 不是只有太极门遭受无辜税案 有一个税灾户L博士 号称台湾的爱迪生 他发明了很多的专利 结果也是被国家税制迫害 财产也被强制拍卖 新家荡产 请问 请问如果台湾继续这样下去 他会发明什么事 因为从太极门的人权迫害案 竟然在台湾会发生 四分之一个四季 可以让我从朦胧脓的小孩 变成现在董事的青年 台湾不是号称亚洲的民主灯塔吗 请问总统 这是有人权法治国家会做的事情吗 到底还要维护这些违法官员多久 不该惩处吗 诚心希望总统张开眼睛 打开耳朵 听尽年轻人的心声 做出正确的抉择 不要再被这些违法官员所蒙骗了 落实真正的转型正义 与司法改革 让年轻人可以放心贡献一己之力 让台湾这国家可以更好更进步 谢谢 对于违法行使公权力 对人民造成的伤害令人痛心 台湾的税灾户为何这么多 都是因为政府官员知法犯法 一再的贪图奖金而滥开税单 使人民苦不堪言 许多税灾户都因此深受其害 国家应该要保护人民 落实真正的转型正义 才不枉台湾被国际称为是 亚洲的民主灯塔 人权立国的民主国家 接下来第二位语谈人昆达 他非常的关心台湾的法税制度 已多年看到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 他要来跟我们聊聊贪腐的公权力 背后有多少黑暗面 以及一些相关真实案例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主持人各位线上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昆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反贪腐的重要 反贪腐问题为何如此的 做各国政府的关心呢 因为伴随着贪腐的背后 就是违法滥权的犯罪事实 而且最容易成为贪腐的对象 就是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官员 因为他们会应用公权力 来掩盖犯罪的事实 让遭受侵害者求助我们 但是贪腐不会只出现在 違法滥权的犯罪事实上 其实有些政府官员的贪腐 则是隐藏在不合理的法令 或自家单位的解释行令里面 借着限缩人民的救救权 再透过单位内部 无法言依据的奖金奖励办法 来换取奖金 形成另外一种变相的贪腐 就像税间基增法第39条第二项 就规定 纳税人需先缴纳税单 三分之一的金额或者担保 才能进入救救程序 否则税务机关马上就可以移送执行 拍卖纳税人的财产 就算已进入救救程序 执行程序也可以因此不中止 因此就形成了这些官员 为了多领些奖金 常借着拒绝法令或违反比例原则等等手段 让原本不需缴税的无辜税债户 直接被拍卖还产土地等维持基本生存的 根本遭受了公权力的暴力清零 虽然各国税制对恶意逃漏税都有加法的规定 但大多在一倍以内 像美国最重只华本税的0.5 但我国的税制则不分恶意或非恶意 全部都重华本税的好几倍 为何我国罚款的倍数会高得这么吓人 说穿的就是税务奖益金的作税 只要开罚的税单金额越多奖金就越多 于是税务人也不管纳税人是否出于恶意 余力都开出高税额的罚款 而行政执行署对有余力的案子 虽然按照法规可依职前暂停执行 但也都不理 因为只要有执行就有奖金入贷 超额超红拍卖更是越赚越多 哪管纳税人是否有冤屈呢 像台北市一位96岁的高龄人类 24年前卖掉家族土地得款了10亿元 扣掉增值税4亿后上余6亿 该妇人用该笔钱向银行购买的无记名可转让定期存单 因为连老而交给儿子帮忙应用 但却被国税局认定落报正义税 要补缴正义税2亿8千万元 并加罚一倍总共要缴5亿6千万 等于卖了土地的10亿最后仅4千万 其他的9.6亿都是国家拿走了 老妇经过19年行政诉讼都败诉 被行政执行署追到人身保险的保单都不放过 让老妇人哭诉她一声奉公所法 却变成省税大妇 夜夜难以安税 甚至梦到被婆婆责骂实在身不如死 再来如四大港商的税务案 仅因彼此的会计算法不同 缴纳的税额并没有减少 但国税局仍然寄出重罚 主要求他们不但要补税5千多万元 还要交罚高达七八倍的重罚款 不成比例的罚款 联补代华的税金将近5亿元 简直是夏兰的天文数字 逼得四大港商不得不退出我国市场 不仅让日后的税收减少 更减少了台湾青年人的工作机会 少数官员为了多领一些奖金 造成台湾经济的停滞与倒退 实在比违法的贪污还要严重 更是台湾经济倒退 则无旁贷的颜凶 以上两例的罚款 虽不合理 但至少钱还有进国库 虽然国税局及行政执行署 已经进化到钱没有进国库 但是他们依然可以领取高额的奖金 如果这不是贪污 那什么才是贪污呢 素有法税228冤案自称的太极门税务冤案 国税局仅凭何宽冷检察官的 違法起诉书 为依法调查就开出六个年度的税单 残送二十几年 国税局终于承认错误 将其中五个年度的税单更正为零 却不愿撤销81年度的税单 并送行政执行署进行执行 期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两度弃函该两单位 提醒他们对同一事实 因为相同的处理 但他们都不理 依然违法抢行拍卖 更违反程序提早让台北及台中国税局 共同承受 让历史上台湾政府用公权力抢抢民产的恶力 再添一桩 行政执行署为何要违反程序 提早让台北及台中国税局共同承受呢 因为每多一次的拍卖程序 拍卖价就会减少百分之二十 而他们的奖金是藏在预算中 年度一过就无法动支 所以必须在年度结束前搞定 于是为了高额的奖金不惜违法换计 然而调诡的是 该次拍卖并无人印买 所以国库并无入账 国库既无入账 则何来的奖金可花呢 自然是来自于人民的纳税钱 等于是让人民纳税钱本来是要提供给社会建设的税金 却因而流入私人的账户变成奖金 更可疑的是行政执行署 划给国税局的不动产 全力移转证明书罕见的出现关键的附计事项 记载 事后如今怀验判决确定拍卖无效或拍卖撤销 判决命令缓还时 本件全力移转证明书及私企效力 本分属得命共同承受的移送机关撤销 并通知地政机关登记其事由 国立中正大学特并教授黄敬爵表示 在执行程序后的全力移转过程中 很罕见会有这种附计事项 显见新竹分属可能希望用这种方式 事先为自己的违法拍卖罪行来投罪 列子传有篇预言 提到大白天的人有人在市集中公然抢还金 该人被围捕后有人问他 为何在大白天的市集中还敢公然的抢还金呢 想不到该眼镜说 当时他的眼中只有还金没有其他人 没有法源依据的税务奖金及支行奖金 就像魔戒一样 一旦套上人心就会被迷惑及扭曲 难怪在国税及行政执行署的连锁下 国国的税债户竟然是那么多 而这两年国内疫情肆虐 百业萧条 物价不当上涨 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难统计到今年十月 财政部就已经超增超过三千亿元 但财政部对历年超增款的气象都说不清楚 恐怕是已经沦为政府黑箱 无法源的大金库了 所以千里人民必须觉醒 形成各种议论压力 让政府汇除没有法源依据的奖金预算 才能根除变相的政府贪赌行为 台湾的民生经济才能真正的呼输 以跟上国际的潮流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原来贪腐与违法滥权的犯罪事实 都是息息相关的 政府官员一再违法行使公权力 来掩盖犯罪的事实 税务员被查税奖励金诱惑 更肆无忌惮地滥开税单 近年更因为疫情景气大受影响 各种物价房价飞升 人民不敢结婚生小孩 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却还要担心可能随时会被国家税暴力所侵害 期望总统能尽速撤销所有违法税单 严惩违法滥权的官员 杜绝以公权力来伤害无辜人民 并归还太极门修行预定地 以良心与爱来守护台湾人民 节目到了尾声 最后以一首良心时代歌曲来期许 人人都能以一颗良心行事 用良心来助己助人 希望政府也能以良心来服务人民 增进人民福祉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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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良心怀仲裁 天地公事来 良心时代已来到 人人都有好情常有 事总共上扬扬起 人人都能做好人 良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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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依赖 良心在你在我心 良心天地在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良心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良心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爱与何必传开 爱与何必传花开 好人好人笑脸来 良心好时代 大家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好人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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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一起把那力量传开